好,这是我们的维亚双滑式双滑滑键,40公分乘60公分的 首先,这个温控时间表,正在二合一表 先按左边,这个黄色键的话,进入设定状态 向上镇头是增加温度 按这个,这个下面镇头是减小温度 一般是220就可以了 然后,完成设定之后呢,再按一下就完成设定 这个灯,这边那个灯就亮了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时间设定状态 这是S,是秒数 按一下的话,是进入时间设定状态 这个灯就会亮 然后,我们要按下下镇头来增加时间 下下镇头来减少时间 这个镇头是减少时间 一般是30秒,就足够升滑滑滑了 然后,再按一下STD,就完成设定 然后,就完成我们的温度和时间的一个设定 左边是温度,一定是时间 这是30秒,这是220度的意思 然后,这个是控制面板 这个是手动转换开关 当打向左边的时候呢,是手动状态 那我们要按这个绿色按钮来进行摊滑 当打到中间的时候,设定是不会摊滑的 是空的 往右边打的时候,就进入自动摊滑状态 我们发展板到位之后呢,它会往下压烫 就不用人管了 这边是一个基层开关 首先呢,这个基层开关 如果说需要停止摊滑的时候 我们按下这个基层开关,就停止摊滑了 那如果我们需要重新摊滑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顺势正旋转一次 它就可以自动反弹回来 然后,上面就可以开始摊滑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自动转弹一个摊滑 反正左边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下面是铝板,胡椒垫 还有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布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迪伦布 首先我们把迪伦布布布好 布到这个炸功热板上面 布好之后呢,又铺平 铺平之后呢,这是生花纸 把这个生花纸呢,面向这个布料 铺下去 然后,铺平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纸呢 有一点选啊 铺平之后,我们把那个发热板 这是发热板,很烫,很耐心 往这边推过来 推过来之后呢 我们按下这个绿色按钮 设备自动烫滑 这个温控时间表 这个时间开始倒计时 从30秒钟到0秒钟 完成设备之后 完成那个烫滑之后呢 这个发热板就会自动弹起来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这个油压纸的压力有两分的压力 所以的话,烫滑效果很好 好的 那么之后呢,我们把它拿过来 看一下烫滑效果 非常漂亮 生花纸的颜色已经完全不到 那个布料上面了 大家看一下烫滑效果 非常漂亮 等一下我们再测试一下 自动状态有个烫滑 我们先把它测试一下 好 因为这个风比较大呢 所以的话 我们把这个 嗯 这边推过来之后呢 把这个 那个铺好 这边是一个 那个铺杂 把这边的布铺好 铺好之后呢 把这个生花纸 变下这个图案 铺下去啊 然后把这个自动状态呢 设备自动状态的一个 往右边打 进入自动烫滑一个状态 这个化热板就不动 就伸出来 然后烫滑就完成了 嗯 如果这个压力有2分的压力 对的话 烫滑效果非常好 好 好 你看一下 烫滑就完成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 烫滑效果很漂亮 所有的颜色都已经过到这个生花纸上面 那个生花的那个红上面 烫滑效果非常漂亮 挺均匀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